赵露丝我说你也太会了吧 怎么偷情陈哲远还要故意发出声音呀 而且赵露丝一挥手 陈哲远就把头凑了过去 看看陈哲远这个偷笑 果真是最高级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呢 发一个声音吧 我刚才你摔着那个声音 没有那个意思 并不是那个意思 后来赵露丝知道 陈哲远这部戏第一次拍吻戏时 还专门对他进行了 紧急轻轻教学 看着这滚动的猴姐 这荷尔蒙爆棚的样子 这程度还需要教学 我可是不信的 第一次 这部戏第一次 这个时候你不想 想吃啊 当然我们至短情长 不仅吻戏好 就连玩游戏也不简单 拼的就是一个刺激 一个感人一个感激 人家都是投吃得到鱼嘴里 你俩倒好 直接投到对方嘴里 还是你俩会玩啊 投在鱼嘴里啊 可以啊 我来试试 你是蓝空哦 自动贴蓝 果然这俩人投喂这么熟练 不是没有原因的 赵露丝片场拿着玩具 就假装要为陈哲远吃东西 陈哲远也配合玩耍 还反过来喂他 真是像极了两个小朋友呀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这两个人约会时 赵露丝穿了一条波点裙子 陈哲远还专门说自己也有同款 实不相瞒 我还是挺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拨到一起的 今天很特别呀 我有一个这个拨点的签材 要拨到一起吗 后来陈哲远面对赵露丝不信任他的贝贝 告诉他 要是快摔倒就往草地那里摔 这陈哲远哪能认输 背上了就不想再放下 还说我摔了都不会让你摔 而当赵露丝吐到陈哲远身上时 明明赵露丝自己都嫌弃的不行 但是有洁癖的陈哲远却从头到尾 没表现出一点嫌弃 甚至连负荷都没有 哪有这样被人吐了一身 却只会傻笑的人啊 这不是爱情 还能是什么 然而每当在这样甜蜜的背后 都会有一只无辜受伤的单身狗 马博清和小情侣一起看电影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有一人却始终没有姓名 如果只是吃吃狗粮也就算了 可是马博清的人形力牌 替他参加发布会时 却承担了一个力牌 不该承受的摧残 有没有人替马博清发生啊 就连直播时 赵卢斯和陈真远都不放过马博清 玩游戏一起给他下套 把他坑得迷迷糊糊的 真是马博清半夜惊醒都要说一句 我是他的儿 没错啊 谁是谁的爹传到你 你说我是你的爹 然后 我是你的爹 这么高美吗 这个游戏这么高美吗 谁是谁的儿 我是你的儿 你是我的爹 是这个意思吗 谁能想到这么搞笑的陈哲远 其实一开始还想在赵卢斯面前 塑造一个哥哥的形象 结果他一遇到赵卢斯就笑得根本停不下来 看得到吗现在 看到了什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过了啊 有点过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也难怪陈哲远在赵卢斯面前一直绷不住形象 毕竟谁遇到这么一个开心果能忍住不笑啊 在直播时赵卢斯还唱起了陈哲远早期唱的歌 三个字让我的男主落荒而逃 我们面对我们一起面对过往 别害怕 坐下来请坐 你坐下好好说 坐下好好说 你想去那个城 我来到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最后一句 秋秋偷偷藏不住 别再断更了 能不能直接更新到大结局啊